朱元璋是历史上有名的平民皇帝 又是贫穷 读书不多 但是朱元璋对儿子的教育却一点也不含糊 尤其是对长子朱彪的教育 朱元璋还是很重视的 为了找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儒来教育朱彪 可朱元璋的儿子非同一般学子 老实问道 不听话能打吗 身为严父的朱元璋就回答了四个字 让后世盛赞不已 公元1355年 朱元璋继承了自己死去的岳父之职 也就是红金军的首领郭子兴 继承首领之位的朱元璋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时 朱元璋就很重视自己身边的文臣谋士 朱元璋身边的武将很多 但是文臣却只有朱生和李善长等寥寥数人 通过朱生的推荐 朱元璋知道了刘伯温和宋连 最后终于把刘伯温请到了身边 不喜微观的宋连则花费一番功夫 请他当了儿子朱标的老师 朱元璋为什么要让宋连当儿子老师 后人分析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 少年时期的宋连可以说是一位神童 过目不忘 袁顺帝多次想让宋连入朝做官 但是都被宋连给拒绝了 第二 当时朱元璋身边没几个适合给儿子当老师的人 有些人虽然是能力顶尖 但是却不能把自己的知识很好地传授给自己儿子 第三 朱元璋总是以各种名义来招揽闲事 宋连这人不喜为观 朱元璋很清楚这一点 但是 朱元璋想让宋连来帮自己 总得有个原因 所以给孩子做老师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在邀请宋连的过程中 朱元璋亲自带儿子朱彪到道馆去请宋连 朱元璋见到宋连后说明来意 表示很希望宋连可以担任朱彪的老师 宋连早就听说过朱元璋 但是一直不了解朱元璋的为人究竟如何 于是对朱元璋说 你要我给你儿子做老师 那你就要带儿子给我磕头行拜师礼 朱元璋马上表示 犬子就在门外 我马上叫他进来 给老师磕头行礼 但是宋连毕竟教授的是朱元璋的儿子 万一日后教授起来 不听管教该怎么办 宋连乃聪明之人 他当即就把自己内心的问题 巧妙地抛出来 宋连问道 小儿顽劣 能训呼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儿子要是调皮捣蛋 我能打他吗 宋连着实把朱元璋问住了 他本来是想看朱元璋有多大的诚意 没想到朱元璋思考片刻回答了四个字 不死即可 而正是这堪称经典的四个字 让宋连笑了 因为看到了朱元璋的诚意 这也让宋连决定 全心全意地辅助朱元璋和教授朱彪 也是这四个字 让朱元璋尊世宗教方面成为一段佳话 未经许刑 在来之间的右四个字 一 안下 不少 masked